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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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人汽雨》 《汽人汽雨》 《汽曲十耍》 耍什么啊? 耍腰带 腰带有得耍的 先讲一讲 很多梅香 小蛋 拿着腰带出来 不是穿水袖 长衣 手又没有手筋 又没有线 怎样表演呢? 为了表演身段 有时为表演高兴 有时为表演上楼 他有一条腰带 握着腰带 又有花 有时为了表演上楼 手搭在那里 抵抵抵抵抵抵抵押 腰带有灾 男的又又灾 我们叫做串人来的,竟是板带 板带这么阔的板带 很多我们小时候都学过 出去最重要是学什么? 用脚踢,把板带放在这里 很威,把声放在这里 跟着手拿回来,翘过花 那些俠士,那些武俠 出来肯定是板带的 用来什么?用来踢的 左右踢得,右又踢得 表示自己的威风好野 这件事好野了 有些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腿功好 用那些腰带来怎么耍 一直把脚踢得上来 踢在肩膀上,将腰带 即是说,我腿功好野 一般是踢的,踢不成条带飞上去 他说,不是,他一定要 一直踢上去,好野啊我 观众,腿功好 最近观众发现一样好野 什么?那些带是两层的 即是两幅的 有能本事怎么?一拉开 我师兄是这样的 踢上来,啪!两条带 一条一面,踢在那里 那需要什么? 需要拿捏的精 要好野 我师兄小拿渣,我看他香港已出 一步低,六十多岁 一踢上去,两条带,啪!踢在那里 功底,腿功不好 技巧不好,力度不好 你怎能做到这样? 哇,那些观众懂得看的 那些观众,内何的观众 哎呀,好野啊,何老师 我一踢两条带上去 跟着,一个反身转回来 有人带自己跌回来 腰带有点耍的,都表现什么? 那个俠士,剧中人,英雄,干脆,好打 又表现自己的技巧 所以任何在舞台上的道具好,服饰好 都有得表演的 这些也叫耍腰带 还有很多我没看过,不知道 我只是说两句而已 所以,粵剧传统,戏与戏人 各位,今天就到这里了